勇者辛梅尔死后28年 弗利连突然梦到与辛梅尔等人的旅程 那使得他正细致地观察着刚刚获得的任务报酬 大魔法使弗拉梅的魔道书 弗利连很清楚这东西是假的 但还是对手上这本不令夸赞 说这是迄今为止所获得的赝品中质量最好的 一旁的三个同伴也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辛梅尔直言赝品有什么好 海塔吐槽赝品数量多到让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争祸 艾泽泽聊起了弗拉梅 说这个被誉为人类魔法开山鼻祖的伟大魔法师 本来就像是童话传说般的人物 这让弗利连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童话故事吗 也是呢 都过了这么久了 那个家伙的样子只有我记得了吧 弗利连呆呆地盯着赝品魔法术自言自语 而这一切都被辛梅尔看在眼中 到早上了吗 从回忆中醒来的弗利连缓缓睁开眼睛 并看到了正在准备食物的菲伦和修塔尔克 发现弗利连见起的这么早 菲伦倍感震惊 刚入队不久的修塔尔克 则对菲伦的反应十分不解 更让修塔尔克没想到的是 菲伦还说要好好表演一番早起的弗利连 并拉着修塔尔克一起 伺候弗利连吃饭梳妆 搞得修塔尔克一脸莫名其妙 就这样 弗利连三人来到了北方诸国恩古小道 并接受了一位老人 清理被堵住山路的委托 老人十分感谢帮忙的弗利连等人 修塔尔克却觉得 根本没必要身体力行的清理 完全可以直接使用魔法帮老人通行 报酬相当不错嘛 而且如果不清理干净的话 最后路过的人也会很苦恼 菲伦是怎么说的 你还真是任性啊 修塔尔克 弗利连一边使用魔法清理山路 一边回答修塔尔克 修塔尔克则表示 自己唯独不想被弗利连说任性 三人清理了一会儿后 菲伦突然喊修塔尔克帮忙 却不了修塔尔克 竟沉默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修塔尔克大人 菲伦疑惑地用敬语 喊修塔尔克的名字 修塔尔克也终于转过头来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和菲伦年纪差不多 因此被他称呼为修塔尔克大人 有些别扭 听了这话的菲伦 也立刻接受了修塔尔克的意见 并加以改正 是这样啊 我明白了 喂 修塔尔克 赶紧过来帮忙 快点 菲伦毫不客气的称呼和语气 让修塔尔克颇受打击 直言自己并不是这个意思 还说他比较容易受伤 拜托菲伦对自己更礼貌 更客气 更温柔一点 结果立刻被菲伦吐槽好麻烦 再次伸手打击 就这样 三人帮老人清理好了山路 老人也主动提出 给三人当向导 路上 老人聊起自己活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到精灵 菲伦也说 从没见过弗力连以外的精灵 于是弗力连为大家 阐述起了自己的种族 据他所说 精灵的数量极其稀少 弗力连自己都没见过几次同族 虽然这个种族很长寿 但基本上每个个体身上 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情感缺陷 或生之本能障碍 弗力连坦言 上次见到精灵 也是四百年以前的事情了 还说精灵应该很快就会灭绝 仿佛事不关己一般 异形人聊着聊着 便来到了城镇 并看到了络绎不绝的商人马车 向城内行进 老人告诉大家 今天是辛梅尔异形 把这个地方从魔族支配中解放的日子 因此每年这个时候的晚上 都会举行解放祭 整个城市会围着中央广场上 辛梅尔的雕像再隔再五 所以才会看到这么多商对马车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来着 神类还真是爱小提打坐呢 什么事都要庆祝一下 回想起往事的弗力连 无奈地吐槽着 老人则平静地表示 魔族被机外已经是八十年前的事了 虽然八十年对于人类来说 是足以长刀忘却一切的时间 但每到这一天 大家还是会想起辛梅尔异形人 夜幕降临 弗力连三人在老人的引导下 参加了城镇的解放季 并来到了中央广场 辛梅尔异形雕像前 人们在被鲜花簇拥的雕像周围 在隔再五嬉笑欢闹 以这种形式 歌颂俑者异形的丰功伟绩 弗力连则望着铜像上熟悉的脸 渐渐出神 思绪回到了八十年前的这里 那时的辛梅尔本尊 满足地站在自己铜像面前 还夸了句完美 其他三名同伴 则和往常一样 吐槽起了这个雕像狂魔 埃泽吐槽 铜像重铸了五次 海塔则表示 这次算是快的 弗力连更是直接询问辛梅尔 为什么那么喜欢 让别人为自己制作铜像 我想让大家都可以记住我 毕竟我们和你不同 没有那么长寿 不给后世留下 我英俊潇洒的样子 可不行哦 见辛梅尔再次陷入私恋 弗力连立刻提醒大家 改回旅店了 就在他打算 转身离开的时候 辛梅尔的声音 再次传来 不过 最重要的理由 大概是为了 让你在未来 不会感到孤独吧 我们并不是什么童话故事 而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 辛梅尔微笑着看向 面带疑惑的弗力连 弗力连的回忆 则在此时 被身边老人声音打断 话说 您看上去 和勇者大人一行中 弗力连大人的同像 有点像呢 弗力连并没有回答 老人的问题 只是问他 这个祭典在百年后 是否会继续存在 老人则表示 只要城市还在 祭典就会继续下去 那千年以后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第二天 弗力连一行离开城镇 向北方尽头前进 刚刚入队的休泰尔克 也终于想起 自己还没有问旅途的终点 我们这是要去哪了 去天国 听起来会很有趣